好 带你来关系天气了 中雨呢 因为雨势而降温不少 受到封面的影响 东半部地区在上午的时候 天气是非常稳定 那么中午过后呢 容易是有午后的震雨或是雷雨的发生 26号又将转为炎热的天气了 也预计周末又有一波的雨势 也建议民众出门要做好防疫 也记得要细带雨具了 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周一午后的雷震雨 让炎热的天气降温不少 25日一样受到封面的影响 上午天气稳定 中午过后有局部震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 建议民众出门记得期待雨具 可以看到25大概是午后会有一些雷震雨 然后2627天气会比较相对稳定 那2829我们也可以 刚才已经说过 它是偏比较西南风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东部这地方 除了在一些热力作用的情形下 其他地方大概都是比较 晴朗的情形 然后到30 31的时候 另外一颗蜂蜜会下来影响到花莲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温度的情形 这一周的温度大概高温大概都在30 31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不过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 靠近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 如果在户外的时候温度相对的还是会感觉比较高 你的体感温度还是会比较高 所以你中午的时候 中午前后如果在户外活动或是工作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去小心中暑或是多喝水 或是补充一些饮料 然后做一些防晒的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低温 其实蛮平均的 大概都在25 26 27的情形 所以低温大概就是早上或是深夜的时候 温度会比较舒适一点 26日滞留封面强度减弱北移 气温回升 一直到28日又转为炎热的天气 不过仍有局部短暂午后震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 到了周末 预计又有一波雨逝袭来 建议民众出门做好自身防疫之外 记得攜带雨具 留意自身健康 记者长方言华林士报导